2020年5月2日,聖亚大纳修纪念尼撒读经分享 于是耶稣向那十二人说,难道你们也怨走吗? 《约望福音6章67》分享 耶稣明言自己是天父所赐给世人,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 又说,信从他的人,作他的门徒的人,要得到天主的生命,就必须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 就事说,那些信从他的人也要在体内留着耶稣的血液,身体液成为耶稣的身体 思想是耶稣基督一样的思想,行为是与他一模一样 圣语第八十一篇中,天主说,他要以石中的风物使世人饱享 耶稣的话是人生活的基石,生活他的话所结的果子为天主所恩悦 耶稣的话也是罪金仪的,他的话在世人的生活中,永远是常生的,常生的,常乐的 你听了之后,耶稣也在问你,难道你也愿走吗? 你若有智慧,你必会答 主,为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 若望福音六章六十字六十九字,难道今天就再不会有像百多六字好患 癱瘫痪病的艾乃亚和史塔比达复活的神迹吗? 因为今日的人的信德太薄弱了吧? 我们的偶像太多了,其中之一是科学万能,而不是天主是万能 这是我们要好好反省的时刻 中途大事六九章三十一至四十二字 天父,你恩赐圣亚大纳修主教智慧和勇气,使他维护你圣子 是与圣父同性同体的真理 求你使我们恩圣人的教导和座右,不断增加对你的认识和孝爱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阿孟,罗伯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